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王多瑜的射箭频道 这里主要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射箭的一些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三连投币 现在我们来沾箭雨 沾箭雨的准备工作就是滑行器 箭雨 旋雨 我买了两种颜色 一种颜色是蓝绿色吧 另外一种是透明色 为什么这样来选择呢 因为还是要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新人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搭建的时候 逐雨的方向没有朝着自己 那这样有一个明显的颜色区别呢 就不会搭错键 然后键雨附送的双面胶 和它的封边的一个胶带 还有滑行用的铅笔 另外呢 这个东西 其实我是看桌彻老师他的视频里面 他有介绍一个助粘剂 但其实呢 我在某宝上搜了半天 我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呢 找了另外一种助粘剂 就不是他测评的那一款 但是我看他的功能跟那个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这个东西很便宜 这一款的话是16块好像 所以就买来试一下 詹语第一步 首先我们要有一支键 在做一打新键的时候 还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不用一下子把所有12支键全部做完 应该正常的操作呢 就是你截键 然后截完键之后 沾三支键 留三支光感 实际的去打一下 看一下你的落把的集中度 落把的位置的区别 然后来确定你这个截键的长度 是不是合适你 这边我演示一支 第一步呢 还是先把那个防打钉 装到键尾上 然后套上这个滑线器的这个固定槽装进去 卡住 它其实是有一个卡位的 会卡住 这样你的键是不能转动的 合并上 这个其实用钱非常方便 因为它其实就是完全的扣上 它会咬合住你这支键杆 其实我刚才有量了一下 我这个旋语真正升值之后 旋语升值之后的长度 所以我是根据它的长度定了这个滑线的刻度 以我这个贝特的滑线器为例 我上边顶的是24 下边是8 就差不多在这个刻度内滑线就可以了 用一支铅笔就行 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 比方说你顶得上延 就永远顶得上延滑 不要这根顶得上延 然后转一面顶得下延 那肯定滑出来是有问题的 我们这边就完全顶住下延好了 把它三个角度 全部滑一下 第一面 好 现在就滑完了 滑完之后呢 我们先根据这个长度来剪一下这个双面胶 因为双面胶其实你要用很多 这是我刚才先量好的长度 然后就根据这个长度直接一刀剪就可以了 这样一排就下来了 对 因为它出厂的时候其实是帮你划好 等于一刀下去剪了非常多 就直接用就好了 在贴双面胶之前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猪粘机了 这边有一个珠子 就类似爆珠那种感觉 它有个玻璃珠 你需要把它按碎 然后就可以使用 晃一晃 你其实也是沿着 这条线的一边 因为我们尽量不去用中心 来对这根线的中心 这样不准确 如果你沿着一边的话 比方说我们还是全部沿着这根线的上沿 把主针机涂上去 好 涂完之后等它干掉 所以这个打开之后是要赶紧用掉的 它干掉了之后 我们就沿着这个 把双面胶贴上就可以了 沿着我们刚才画的线 把双面胶贴上 这就等于是一个销手工的工作了 自己会做件之后 你还可以帮助你的学姐 学姐 你新换了件 那是不是需要做件呢 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学姐来做件 更好的让你们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先来沾雨 两片透明的 加上一片蓝色的 蓝色作为主雨 先贴透明的 注意它的正反 因为贴反的话 它的旋转就不对 应该是它的logo 它的文字是针对你的 同样也是沿着下沿 贴上 我真的感觉 因为其实 在拿到的时候 我先自己试着贴了一次 因为没有用助粘剂的时候 其实有一部分是翘起来的 涂上了助粘剂之后 这个双面胶是完全的粘在了肩杆上 非常服贴 也不敲 好 最后用这个胶条来封一下口 我觉得这个胶条其实是有点多的 就是它用这一根 一剪二然后来封一支剪 其实都有点长 所以可以适当的剪掉一点 不然这个就会变得特别厚 我们顺着它这个旋转的方向来贴 把它压下去 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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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它不会翘起来 这就是贴这个东西的目的 好 它们就像小伙伴一样 手牵着手 估计年纪小的人是听不懂这个梗 然后另外一条来封尾端 尾巴也封住 好的 这样键鱼就贴完了 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用的是不对称的键尾 上边是角度比较大 下面角度比较小 这样的话 你在上键的时候 其实应该 主鱼 就是这三片 有一片的主鱼是面向自己的 所以要转一下角度 这样上弦的时候 主鱼是朝向自己 这样才是正确的尾定的方向 我们来整理一下 其实你应该先装完尾钉 然后根据尾钉的长度来截键 截完键之后 然后利用三只光杆和三只沾完雨的键 来进行试射 来验证截的长度 是否适合你的拉锯 然后通过这个结果 来调整你截键的长度 同时截键的时候 不建议大家就是所谓的一步到位 肯定是留一些余量 然后慢慢往里收 因为其实这个操作不可逆 那今天视频的内容也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公共运动 那欢迎点赞投币收藏 下次再见 拜拜